篮球运动由各方派出5名运动员上场比赛 场上一共10名运动员 运动员的目标就是将篮球投入对方的篮筐 经裁判判断有效便算得分 最后哪队得分多 哪队就获得胜利 比赛是在长28米 宽15米的硬地面上进行 在两条宽边的上方 各有一个篮板和篮筐 篮筐距离地面3.05米 这是罚球区和罚球线 当防守方被判犯规时 由进攻方在这罚球线罚球 投进得一分 这是三分投篮线 在这个区域内投篮命中得两分 在这个区域外投篮命中得三分 运动员拍球时可以单手拍球或交换用手 但不能同时用双手 比如这样 运动员也不能抱着球运动 比如这样 当然也不能用脚踢球 当运动员单手运球一段距离 在双手出球以后 就不能继续运球了 而只允许把球传给队友或投篮 当球飞出了比赛场边界并落地 需要裁判判定谁是球在出界以前最后的出球方 由非出球方发界外球 另外 因此运动员在球飞出场外 还没落地时将球救回场内 但前提是 就球运动员出球之前 身体不能接触场外地面 运动员出球